《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ie 琪梅娟 《我愛我的家》 今天又在這裡和大家見面 我今天非常高興 在我身邊有Adrian 我特意請她上來 因為上次他們說 剛剛現在就開始放榜了 很多同學都會籌備一下 在香港讀書 還是去外國讀書 還是怎樣的出路是最適合自己 上次我們也說了一位同學 選擇了讀副學士 現在也很順利進入大學 今天Adrian在我身邊 我很感謝你來我的節目 Adrian現在在英國讀書 剛剛大學一年級 他讀什麼科 不如你自己介紹一下 我在英國劉卡瑟讀建築 非常好的建築 我們香港快要有很多基建 Adrian 我想問問你 你選擇去外國讀書 其實這是你自己的意願 還是你父母的意願 這個是我自己的意願 當時我正在讀中六 我在中五的時候 已經打算去英國讀書 但是那時候 剛剛遇到經濟不太好 所以去不了 我就繼續留在香港 繼續努力我讀書 終於我在中六的時候 得到家人的同意 而且他們有支持我 我就過了去英國讀 是 那你過了去英國讀書 哇 那你爸爸媽媽都跟你一起 去計劃你的將來 是嗎 那你真的爸爸媽媽都很疼你 好了 那你過了去英國 那你發覺在英國讀書 和在香港讀書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譬如說 在教育學那方面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哪有壓力大一點呢 嗯 對比起 現在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就發覺 香港讀書的壓力 的確是大很多 大一點 是嗎 因為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就 在香港入大學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考A級的時候 都會很大壓力 是 那我身邊很多朋友 都受了很大壓力 是 他們要天天不睡覺 溫習 那對比起 我去到英國讀書的時候 就發覺 就是 他們的老師的教導方式 就很不同 嗯 他們是會鼓勵你 而盡量不會給你這麼多壓力 嗯 而且他 他最大的教學分別就是 你會 很多自由空間發展 是嗎 他主要就是要你自學 不是別人灌輸給你 而是他希望你自己 引發了你的興趣 是 而他自己找得更多 我其實覺得這個教學方式是會 挺好的 即是適合你自己 你自己可以有多些 令到自己 譬如說去圖書館 或者去上網 去多些做一些創作 是否其實 讀阿基也是很有創作的天分 其實 我想 不僅止阿基這一科 他們的教學方式就是 主要就是 令你很有興趣 對這件事 他不會 任由你很自由 但他會在旁邊指導你 不會讓你走歪 但你就可以 循序正確的方向 尋找到你的 需要的知識 是 那你這個決定 似乎對你自己來說 是非常之好 是嗎 因為你在英國那裏 找到你自己的興趣 以及教學方面 其實是相對 是嗎 教得好 你自然就學得好 那你的決定非常之好 好了 突然之間 你在香港 你還是一個叫中學生 很多事都是 爸爸媽媽和你安排好了 或者 尤其是經濟方面 都是媽媽可能每個月 給你零用錢 你看著零用錢 好了 你突然去到英國 在身邊有一張附屬卡 一定 銀行有些錢 銀行戶口的名字 也是你自己一個 你突然之間 好像很自由 很多錢 花費 那你怎樣 控制你自己的財政 可以永遠都是 一個健康的狀態 不要真的 簽卡簽到爆了 跟著張卡 就回到香港 媽媽就幫你賺錢 那怎樣去 令到你自己不會這樣 我相信 有很多留學生 都會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突然之間 你會有自己的錢 你好像獨立了 別人好像管不到你 那就會花大了 但我的方法就是 盡量 就是有需要才要買 沒有需要就想一下 就是放下 再計劃一下自己 這個月你已經花了多少錢 那當我每次買東西回來的時候 就算是去超級市場買菜 都會留一張單 那每個月就 就儲回這些單 那我就自己計算 每個月花了多少錢 那就盡量希望自己 不會過了這個 撤了自己一個限額 就不要過了這個數 噢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 理財的方法 大家都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其實 好 我問多一句 那你每個月 就是 給自己可以花的錢 是多少呢 就是譬如大學生 大學一年班的學生 在外國生活 那其實基本的生活費是多少呢 就是你 就我那個區來講 紐卡蘇來講 就大學都是建議我們 是用600英鎊的 大約連住宿費 就是大約600英鎊 但是住宿費 媽媽已經一早給了 爹地媽媽給了 那住宿費那裡大約 就400磅左右 那就是還有200磅 給你用來買東西吃 買生活所需的用品 那你需要坐車嗎 就是交通工具 我以為是 可能會在其他城市 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坐車其實交通工具 都挺昂貴的 是 但是在我那裡 我就暴行回學校 那就可以其實 省很多錢的 每一天都 其實我也知道 很多大學生 第一年就在宿舍住 第二年很多時候 就是要搬出去外面住 要自己租地方 就開始 就要爹地媽媽買一輛車 那你會不會呢 你猜你自己 因為我其實 現在選擇住的地方 都是選擇一些很近學校的 主要其實 雖然會可能 租金會比較貴少少 不過我就覺得 如果每天可以 不用坐車 而步行回學校的話 其實省那些錢 都其實差不多 而且步行還可以當做運動 是嗎 又可以省少一些時間 是 就是時間其實都挺重要 好了 Adrian 我又想問一下 其實有錢在手 是嗎 又 爸爸媽媽又不在自己身邊 哇 這麼大的自由 和又獨立 其實如果有人有 你怎樣抗拒人有呢 即是去到這麼大的城市 那 紐卡蘇其實 都是一個大 都是一個出名的城市 都會有一些 或多或少的誘惑 那怎樣去面對 和借絕誘惑呢 那 去到 其實很多外國的地方 他們都很 很流行有那些派對 或者出去 其他地方玩 那 就我來說 我每一次都會想清楚 是不是自己有沒有需要去這個地方 或者自己有沒有這個時間 或者這個心機 因為每次都會想起自己 來英國的目的 就是為了讀書 那就不希望會被因為這些誘惑 來影響到自己的學業 而 失去了這個這麼寶貴的機會 你真的很正面 很乖 但我又知道 你現在住在學校的宿舍 是有個同房的同學 即是一個同房的同學 其實很多時候 同房的同學 幸好你遇上一個很好 不幸你可能遇上一個很反抖的 或者是經常帶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回來的 那有沒有遇過這些情況 或者你的同學有沒有遇過這些情況 我沒有遇到這個情況 而我的宿舍也是挺好人的 那他就 他是馬來西亞來的 那他也很好人的 那 但是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是 有這個問題發生了 我覺得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 要有溝通 因為有時 這些事情 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那最重要就是 你肯說 那我相信 對方都一定會回應到你 假如去到 溝通不到的地步的時候 那就 可能有需要 要找一下幫忙 其實回到學校 我知道 就學校很多 很多社工都會幫到手 哦 即是大學裏面 都有社工去遇路 都是跟著你們 去幫你們 如果有需要 他都會 你去到那裡 他都會盡量幫你解決問題 那現在你的房間 是否跟你同一個級數 即是跟年紀一樣 是否比較容易溝通 其實不是 我們整個宿舍裏面 有六間房 嗯 其實全部都不同級數 我們 嗯嗯 有些可能是讀教育 有些是 第二年 第三年 嗯 但是 主要我們都是 進去 其實大家都是不認識的 嗯 大家互相溝通 認識對方 嗯 有什麼其實 我們都會發生很多 不滿意大家的地方 是 那我們就唯有 說出來 好像開會一樣 要記得一個時間 大家坐在一起 說說 例如清潔 其實清潔也是一個問題 清潔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推我讓 當然是 是嗎 好了 又說一下 你突然之間 有這麼大的自由度 其實 當然 引誘 你自己剛才都說 我都可以控制得到 但是 現在突然間有這麼大的自由度 也都 即是你是一個獨立 即是突然之間 即是一路你和家人 實在現在 你自己出去面對 就一樣東西都要你自己去獨立去處理 很多一樣東西 你都要是自己去決定 有時候雖然 我都知道現在 上網是很方便 很多時候你都會在Facebook 或者在網絡 和家人聊天 但是有些事情都是 是你自己去決定的 其實你怎樣給到你父母的信心 你已經長大了 我可以去處理 這個問題都很難回答 但是 首先我覺得 你既然去到外國 你就要給你一個信心 你家人 告訴你 其實你可以先照顧到你自己 最基本就是 你的起居飲食都可以 不需要他們擔心 就由我來說 因為我之前在香港 沒有煮食 可能他們 我覺得他們會擔心我 有否可以吃 這個問題 我也很幸運 我的Flatmaid都肯教我 我就開始會煮食 我們一起煮食的時候 我就可能拍照 之後就 傳給家人看 這是一個好的方法 做好些菜 給媽媽、爸爸看看 我做的 多開心 除了這件事 即是煮菜 會否寄一些成績給他看 我沒有成績表 可能我會跟他講 學校的近況 有時我們 其實現在互聯網很方便 我們上網可以用視像溝通 雖然可能時間不可以很長 因為大家都有事要做 要上班 又要上學 我們可能就講一下 平時回到學 遇到甚麼 可能聊聊天 互相了解一下對方 因為大家已經不是住在一起 兩個相隔二地 應該要說多些自己的事 讓父母不會那麼擔心 即是不用他們猜 即是你有些甚麼 就主動地跟他們說 但你會不會空式 即是掛著家 我想你第一年去到一定會 很掛著家 那怎麼辦呢 你會不會讓你父母知道 我很掛著家 那當然是真的會有少少掛著家 那我到 我是大約去到中期 去到過了一半時間 那我就覺得 真是有些想快回家的感覺 那我就跟他們講 那 那但自己又想起 我既然來到了 那我就真是要 用力 努力 那我就 終有一天 我都會回去跟他們在一起 那自然的感覺 就會沒有那麼強烈 嗯 一個很好的很好的方法 那好了 最最後 即現在我想問一下 即是 其實你很幸福了 有個機會去到外國讀書 亦都有機會讀到你自己喜歡的科目 亦都入得到 最重要 是嗎 有時你喜歡 未必入得到的 是嗎 那其實 這個感覺 你是不是覺得 自己很有成就感 還是你會覺得 其實我很感謝 我父母 亦都很感謝 很多東西 例如身體 亦都可以健康 讓你可以去到外國讀書 那其實 你有甚麼 一些個人的感受 分享一下 那 我自己覺得 可以過到外國讀書 首先一定要多謝我的父母 因為是沒有了他們的支持 我根本就沒有可能 承受這個經費 可以過到外國讀書 因為其實不是一筆小的錢 那 也好知道他們其實會很擔心我 所以就要盡量令他們放心 那 我是很感謝 很感謝他們 可以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 剛才我聽你這樣說 一路 所以你就很給心機 去證明給他們看 你自己可以獨立 亦都很證明給他們看 你可以受得起 誘惑 抗拒誘惑 亦都可以理財方面很好 那 今天聽到你這樣說 希望你前程感受 讀到你那個學位回來 你們好像也要讀 那是Master的 是的 要讀多少年 Aki在英國 Aki在英國要讀三年 Bachelor 讀兩年Master 再做多兩年 才可以考牌 那我預祝你成功 多謝你 Adrian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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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看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iRead